陈奕俊 陈奕俊 谢谢你 嗨 大家好 我叫严峻 今年22岁 以前的我喜欢热闹刺激和冒险 我也许不是一个好学生 但音乐让我变得越来越回到自己 简单 纯净 自我 是我一生最好的伴侣 《中国新歌声》 是我这两年到过的最大的 最热闹的音乐盛宴 唱歌其实就是我平时的生活 所以现在其实觉得还好 没有太特别的感觉 人生对于我来说 是一场未知的旅行 永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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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可 亲耳 再拥有是没有真心 我能想象 也从来都不愿意 可是低下头 我还是不是我自己 如果没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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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阳光下的阴影 雨水中的空气 情形中唯一不闪耀的那颗 他梦想最黯然的沙粒 我就是阳光下的阴影 湖水中的空气 情形中唯一不闪耀的那颗 他梦想最黯然 黯然 黯然 我就是阳光下的阴影 最好没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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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一头狼 我就是阳光下的阴影 祝脅 你的身体 就承诱 公 Mo 带你替你冲 可是我希望自己 也не就宝剧 就是北 这是北京话 就是你逮着了 还是不错 逮着一个好 有打动到我 有打动到我 所以就下来了 谢谢老师 好 先介绍一下 不好意思 思维老师好 我叫严俊 来自四川绵阳 现在22岁 目前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然后前不久才从我的家去成都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想去成都 去到成都算是自己第一次真正的 离开家乡是吧 对 独立面对很多东西 然后我会去很多的酒吧 或者Live House 去门口站在那里 听他们的演出 听他们唱歌 然后去学习去感受 那你平时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一个人 然后我有一个狗和一把吉他 然后白天就在家里 可以看书或者是练琴 然后还有我的狗 这是一首很好的歌名 我的吉他 我的狗 以后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很有心 我也觉得有心 我很幸运 今天 谢谢老师 欢迎你 欢迎来到全新战队 恭喜你 大家好 我叫陈领恩 那这里呢 就是马来西亚冰城 最注重华文文化教育的中学 而我就在这里读书 从今学校第一天 老师就跟我们说 不论走多远 都不能丢失华人的传统文化 以礼带人 态度谦虚 还有就是中文是我们的根 中国新歌声是人们这些 在国外的华人 学习中文很重要的方式 所以当他来到了马来西亚 我妈妈立即就帮我报名了 可以走上中国新歌声的舞台 我一下子就成为了学校的热搜 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能够站上全世界那么美的舞台上唱歌 真的是已经是非常的棒了 所以我想要转视频记录一下这一切 老师说可以来到这里 我已经为学校争光了 但是我希望这个光芒可以再大一点 所以加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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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恩加油 sweurome 到两个心开始着 当你瞳孔学会善夺 当爱慢慢被遮装只剩下黑 只能像名字贝拉脱 当爱的故事下天说 我找不到你单纯的眼孔 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 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我陪你吃风 这只飞机碰到雨天 终究会坠落 太残忍的活物直说 因为爱很重 你却不想躲着我反方向走 当爱的故事下天说 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 这只飞机碰到雨天 那只飞机碰到雨天 你却不想躲着我反方向走 太残忍的话我只说 因为爱很重 你却不想躲 你却不想躲着我反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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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不想躲着我反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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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sh 为什么我的这个 muốn 永远都是这么慢才下来了 那个是我故意跟那个DeVie说的 就是稍微慢一点 你好好狠 开玩笑 介绍一下 来叫什么名字 老师们好 我叫陈寗恩 来自马来西亚 槟城 我真的很 不轻易这样冲下来 因为娜姐她们组里面 有一个女唱将 也是走这种情歌 然后又有杀伤力的声音 我就一直在想 已经最后一天了 可不可以来一个 可以跟她相抗衡的声音 所以就是你了 好 你知道 我是擅长这类型音乐风格的 我也是真的很感动 小小的年纪 能够把这首情歌唱得真的是 如此的动听 有机会可以更好 谢谢老师 我很好奇就是 你是怎么接触音乐呢 我的爸爸是一个装修工人 妈妈是家庭主妇 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很喜欢唱歌 那家里呢 也会有一个家庭的卡拉OK 然后那时候我就三岁嘛 我爸爸就第一次 递那个麦克风给我 我就开始有了唱歌 你还记得你唱了什么歌吗 我有点忘了 是流行歌 不是那时候是 爸爸年代的那首那种歌 没关系 肯定不是我们的歌 这不重要 那你以后长大了会去做什么呢 我想当一个创作歌手 这里有一个很成功的创作歌手 谢谢 他歌唱的没怎么样 但是那个创作是还蛮不错 这个我承认 这个我承认 创作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你唱 能够表达的更精准的话 就会让你变得更完美 对 问一下 来的时候有没有心里想了一个导师 有啊 那这个老师有下来吗 有啊 其实这样反而紧张了 对啊 因为有时候会自己觉得自己是自己 对啊 就自作多情了你知道吗 对 可是我还是不能抗拒 这么美妙的声音 谢谢老师 陈颖恩 你为什么来这个舞台呢 因为这个舞台都是大家梦寐以泊的舞台嘛 这个比赛就在马来西亚有海选 我妈妈就回到家 然后就叫我快点把衣服换好啊 然后就冲去比赛了 从那边唱的第一首歌开始到了现在 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奇迹 非常的不可思议 你那个时候在比赛海选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吗 还是在 对在一个广场 在一个广场 对 我要使出最后一招 还有招啊 我让你下次唱歌是在我演唱会上面 但重点是 要来到我的队上 他刚才开完那个巡回演唱会 他很久都不会办演唱会 不要听他 我很认真啊 你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冒险的 那是你很冒险的梦 如果你敢冒险的话 就来我这一对 好 陈云如果你想重拾你儿时的梦想 三岁时候拿起麦克风唱的那首歌 我们一起把你爸爸叫来 把他再唱一遍 我们好好唱 好不好 来到我的战队 我会让你真正的变成你自己 好 现在是你选择战队的时刻 好 我要进入的战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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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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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勇气 但是这里的人都好亲切 今晚 我希望自己可以来一次 Oldschool女孩的冒险 无论如何 都会是一种收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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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